走到中心位置以后,你把这些调制轮都调整好 调这个楼,这个是立排的调制轮,把立排的调制轮头两个,压得稍微紧一些,稍微用肉眼看一下有点弧形 这三个弧柱轮压平,这个轮压过来也是稍微压得稍微有那么一点弯度,用肉眼看一下稍微有点弯度 把这个再往下也压住钢筋,往前走,往前送钢筋 这边就送出来了嘛,你调出去一米多远,看这个钢筋调的直不直 调出一米多远,看钢筋还差不多以后,你把钢筋退回去,往回走 他一个送料进,送料退,拧这个我回退,退到这个刀口那里,上一个头气一下 再往回退一点 好,把它气一下 气一下的时候,怎么气呢?就是把它这个扭到手动,手动自动扭到手动的位置,按一下绿色的启动键 他就会气,气钢筋,切刀 现在,钢筋头气完以后,把它打到自动那里,打到手动自动中间 按下绿色的启动键 让这个弯骨头回穿,它回到正中,正上方 然后打到自动,把这个单部连续,拧到单部那里 拧到单部那里,拧到单部那里,按下绿色的启动键 他现在就开始做骨筋了 第一个没有做成,咱们把它调整一下 把它调整一下,没有做成,把它调整一下 这个角度没有合在一起 你把它往下打的这个角度补偿 看这个下钩,现在是10,你把它改成10,应该差2度,你把它改成12 按确认,再按一下绿色的启动键 有点过了,打的有点狠 再把它调整一下,调整11 刚才12,把它改成11,按一下确认 把那钢筋别乱了,我钢筋拉一下 再按一下绿色的启动键 还是有点狠,再调整一下 调整以后,把这个往下打的补偿 调整好以后,按一下绿色的启动键 打出来这四方的骨筋非常标准 现在就可以了,正常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如果说做多少个以后 打比方说你做1000个 把这个数字改成1000 下面这个点一下 它会出现一个是否已经清零 你点一下对色,清零 它就做完1000个,它就停下来了 你现在可以打到连续那里 打到连续到那里,你现在可以开始按下绿色启动键 它会一直不停地工作 如果你想中间停的话 你把这个手动自动拧到手动那里 它会做完以后,它就会停下来 好,要来吧 你觉得这个手动走 可以满快 就行走 不停地工作 有什么东西 你看